我认为这是中国的父亲节 反正祝所有的爸爸 都父亲节快乐 今天是8月8号 也是我们 Ride Card的这个片子的第一时期 今天是星期天 8月8号 好像是中国的父亲节是吧 我也是朋友今天发我一个消息 说父亲节快乐 然后我还说你是不是发错了 这父亲节不是几个月前过了吗 7月还是6月忘了 对吧 然后他说这是中国的父亲节 反正祝所有的爸爸 都父亲节快乐吧 今天是8月8号 也是我们Ride Card的这个片子的 第十天完成了 所有在酒吧的部分的拍摄 那现在今天是在补拍一些 Coverage Insert之前觉得不太够 或者说是需要补充的一些 部分 明天休息一天 然后从后天开始就是拍 在街上开着车送 女主角和一些女孩回家的一些戏 马上就接着就进入了这个 两个人的世界了 就是在他们的房间 男主人公的房间的故事 那就变得这个就整个场面就变小了 那也经过了十天十几天的这个磨合 那演员们都比较熟悉了嘛 所以进入这种属于比较深入的一部分的话 会比较好 大家彼此比较了解了 也有一定的默契和一定的沟通 那这个关于感情方面的东西就比较容易拍 然后也比较好 容易就是达成这种默契 也像就好像两个人交朋友一样 就已经进入了一定的比较深的关系了嘛 然后对这个安排所以还蛮好的 然后那crew也比较少 大概四五个人 最多六个人 六个人应该不会超过五个人左右吧 然后演员两个这样的话就很轻 就比较轻装上阵这样 OK 今天的话是会拍到晚上可能九点十点 本来想如果是早一点结束的话 还想请所有的crew到我家去吃个晚饭 然后大家聊聊天喝喝酒这样的 但现在如果是十点钟结束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了 就所以我就买了一些水饺 今天买了一些水饺给大家吃 就是换换口味吧 水饺啊 肉夹馍 不是肉夹馍 水饺啊 葱油饼 还有韭菜盒子 给大家吃一吃 OK 那待会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然后还有一点要说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场景的这个老板啊 业主那人真的是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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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对我们实在是太过太支持了就非常理解我们非常支持我们也配合的非常好 那当然呢 对于就production吧 我们也要对这个就是对我们有信心和帮助我们的人也要就对他们也负责任 所以的话我们也是同样把所有的事情都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比如说保护他们的场地啊 然后跟他们及时沟通啊 这些都是我们在尽量去做好的 但但但就是反正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嘛啊 那他们也就这个业主也不断教了我们挺多东西的 所以不足的地方也他也挺包含 然后我们也记在心里就希望一次一次做得更好嘛 对于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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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 QQ是 Picture up for Steven Good boy I'm alright Good boy Good boy OK OK Take care Take care